光阴如见,张孝基在郭家,不觉又是二年有余,郭善忽然染病,求神网孝,用药无功,方氏姑嫂二人,昼夜奉侍汤药,孝基居在外乡,宗里诸事, 那老儿渐渐危堵,自了不起,吩咐女儿治久,便请邻里亲戚到家,嘱咐道,列位高亲在上,老汉托来天地祖宗, 正得这些博产,只望传诸子孙释守其业,不幸命博,生死不孝逆贼,破费许多, 想依钱顿在外,为之死生,幸而尚有一女,婚配得人, 辽味老景,不想经得重疾,不久谢氏,古特请列位到来,做个证明, 我所有财产,尽传父女夫,接少我家松寺,久仪写下遗嘱, 凡列位各数个花鸭,倘或逆死犹在,探我王后回家争执, 竟将此告诵官司,官府自然明白, 遂于枕边摸出遗嘱,叫家人,地与众人观看, 此时众人,一世张孝基见识,尚未开言, 只见张孝基说道,多蒙岳父大恩, 但岳父现有子在,万无财产,返归外姓之理, 以小婿余见,当差人四面访密大舅回来, 将家业赴之,以全父子之情, 小婿夫妻自当归宗, 设获大舅深意不幸,尚有旧嫂守节, 当交与掌管,然后仿族中之子立为后嗣, 此乃正礼,若是小婿承受, 外人必有竹子爱婿之棒, 纠见雀巢,小婿亦被人谈论, 这绝不敢奉命,淑女也道, 哥哥只因惧怕爹爹责罚, 故躲避在外,料必无恙, 丈夫乃外姓之人, 岂敢承受, 众人见他夫妻, 说话出于智诚, 随其声说道, 领婿令爱之言, 一似有礼, 且待寻访小官人, 一年半载带有嫡信在座屈处, 郭善道, 小婿之言, 不是爱我, 乃是害我, 众人道, 如何是害太公, 郭善道, 老汉一生辛苦, 正得这些家事, 逆子世智犹如粪土, 不上半年, 破散四千余金, 如此挥霍, 便同斗佳祭, 至日可尽, 财产既尽, 必至变卖盈牧, 那时不为老汉不能入土, 恐祖宗在土之谷, 反铺弃荒也矣, 孝姬又道, 大舅西阴年幼, 为匪人诱惑所致, 今已年长, 又有某辈好言劝欲, 料必改过自新, 绝不至此, 郭善道, 未必, 未必, 有我在日, 严加责罚, 尚不改圈, 我死之后, 又何人得而尽之? 众人都道, 以着卧门鱼见, 不若均分了, 两全其美, 令郎回时, 也没得话说, 郭善只是不许, 孝姬夫妇再三苦辞, 郭善大怒道, 如为一孝逆子, 要呕死我吗? 众人见他发恶, 乃对孝姬道, 定月执意如此, 不必辞了, 遂将遗嘱各写了花丫, 地语郭老, 淑女幼道, 爹爹家财尽赋予我夫妇, 嫂嫂当置于何地? 郭善道, 我已料理在此, 不消拟律, 将遗嘱付过孝姬, 孝姬夫妇气败而受。 郭善又摸出二指捏在手中, 千锅方长者进前, 说道, 逆子不孝, 只令爱施其所添, 老汉心时不安, 但耽误在此, 终为不了, 老汉已写一执照于此, 赋予令爱, 老汉王后, 凡亲家引回, 另选良配, 晚一逆子回来有言, 执此复官肃立, 外有田白亩, 一场逆子所废装脸, 道罢, 将二指地语, 方长者也不来接, 答道, 小女既归令郎, 乃亲家家事, 已与老夫无干, 况寒门从无二嫁之女, 非老夫所愿闻, 亲家请勿开口, 道罢, 往外就走, 孝姬苦留不住, 郭善呼媳妇出来说之, 方氏大哭道, 窃闻妇人之意, 从依而终, 夫死而嫁, 智者恥之, 何况窃夫尚在, 岂可为此苟智之事? 郭善又道, 你子总在, 这等不孝守之何意? 方氏道, 妾夫虽不孝, 妾智不可改, 必欲夺妾之志, 由此而已。 郭善道, 你有此稚气故事好事, 但我王后, 家产以赴女夫掌管, 你居于此, 须不吻辩。 淑女道, 爹爹, 嫂嫂既肯守节, 家业自然该她承受, 孩儿归于夫家, 才是正理。 方氏道, 姑娘, 我又无子嗣, 要这些家财何用? 公公既有田白母与我, 当归母家, 以善赐生, 即丈夫回家, 亦可度日, 众人齐声称好。 郭善道, 媳妇, 你与锅门争气, 这白母田上勺, 再增田二百亩, 银子二百两, 与你终身受用, 方氏含泪败泻, 分波已定, 郭善教女婿, 留亲戚邻里, 于堂中饮酒, 致晚方散。 那郭善本来病逝已有八九分了, 却又勉强料理这事, 喉肠气短, 肺舌劳醇, 劳碌这半日, 到晚愈加沉重。 女儿媳妇守在床边, 啼啼哭哭。 张小姬备办后事早已停荡, 又过数日, 乌乎哀哉, 正是, 三寸气在千般用, 一旦无常万事休。 女儿媳妇都哭得昏迷几次, 张小姬也十分哀痛, 一亲观果极其华美, 七七之中开丧受调, 言请僧道, 修作好事, 一丝鸣福。 择选吉日, 葬于祖营, 美氏悟从丰厚, 殡葬之后, 方氏收拾, 归于母家。 姑嫂不忍分舍, 大哭而别, 不在话下。 且说张小姬将仗人所遗, 家产钱财弥股, 依依登记账簿, 有差人各处访问郭谦, 并无踪影。 时光四溅, 岁月如流, 疏忽便过五年。 那时张小姬生下两个儿子, 门首添个借荡铺, 用个主管, 送其出入, 家事比郭善手内又增几倍。 话修凡旭。 一日张小姬有事, 来到陈留郡中, 借个寓所住下。 偶同家人到各处游玩, 末后来至世上。 只见有个病乞丐, 坐在一人家檐下, 那人家驱逐他起身。 张小姬心中不忍, 叫家人朱信, 舍与他几个钱钞。 那朱信原是郭家老仆, 集会见貌变色, 随即应变, 是个灵力人。 当下取钱地语着乞丐, 把眼观看, 吃了一惊, 急忙赶来, 对张小姬说道, 官人向来寻访小官人下落, 是来盖者, 面貌好生思想。 张小姬便定了脚, 吩咐道, 你再去细看, 若果是他, 必然认得你。 且莫说我是你家女婿, 太公产业都归于我。 只说家已魄散, 我乃是你心主人, 看他如何对答, 然后你便引他来相见, 我自由处。 朱信得了言语, 附身转去, 见他正低着头, 把钱系在一根衣袋上, 藏入腰里。 朱信仔细一看, 更无疑惑。 那盖者起先舍钱于他时, 其心全在钱上, 哪个来看舍钱的是谁? 这次朱信去看时, 他已把钱藏过, 也举起眼来, 认得是自家家人, 不觉失声教道, 朱信, 你同谁在这里? 朱信便道, 小官人, 你如何流落至此? 郭签气道, 自从那日逃奔出门, 欲要央人来劝解爹爹, 不想路上, 恰遇着小三小四兄弟两个, 拦阻住了, 勿要拖我回家。 我想爹爹正在盛怒之时, 这番若回, 性命绝然难活, 匆忙之际, 一拳打去, 不亦小四, 爹倒便死, 心中害怕, 连夜逃命, 温了几日方到这里, 在客店中歇了几时, 把身边银两吃尽, 被他赶将出来, 无可奈何, 只得求起度命。 日夜思假, 没处讨个信息, 天性今日遇你, 客时对我说, 那日小四死了, 爹爹又和话说, 朱信道, 小四当时醒了转来, 不曾得死, 太公已去世五年已, 郭千剑说父亲已死, 叫声哭叶, 望下便倒, 朱信上前浮起, 喉中哽咽, 哭不出声, 呜呜了好一回, 方才放声大哭道, 我指望回家, 央人求告收留, 依缘父子相聚, 谁想已不在了, 悲声惨怯, 朱信义不绝堕泪, 哭了一回, 乃问道, 爹爹记顾, 这些家私是谁掌管? 朱信道, 太公未亡之前, 萧官人所借这些债主, 其来取索, 太公不肯承认被告官司, 衙门中用了无数银子, 急至审问, 一一断环, 田缠一去大半, 小娘子出嫁, 庄脸又去了好些, 太公临终时, 恨小官人不学好, 尽数分散亲戚, 存下些少, 太公死后, 家无正主, 同仆等被, 一顿乱墙, 分毫不留, 只存住宅, 满于我新主人, 张大官人, 把来丧中殡葬之用, 如今寸土巨无了。 郭千健说, 又哭起来道, 我知道家业还在, 如今挣扎性命回去, 学好为人, 不料破费至此, 又问道, 家产便无了, 我魂家却在何处, 妹子嫁于哪家? 朱信道, 小娘子就嫁在近处人家, 大嫂大嫂倒不好说, 郭千道, 确实为何? 朱信道, 太公因久不见小官人消息, 直到已故送归母家, 令他改嫁, 令他改嫁, 郭千道, 可晓得嫁也不曾, 朱信道, 老奴为投了新主人, 不时差往远处, 在家日少, 不曾细问, 像是已嫁去了, 郭千辅英大痛道, 只为我一身不孝, 家破人亡, 才为他人所有, 其为他人所得, 成天地间, 一大罪人也, 要这苟命何用, 不如死修, 望着截严时上便要撞死, 朱信一把扯住道, 小官人, 楼以上且贪生, 如何这等短见? 郭千道, 西年还享有归乡的日子, 古人齿偷生, 今已无家可归, 不如早些死了, 省得再次出丑, 朱信道, 好死不如恶活, 不可如此, 老奴新主人, 做人甚好, 带我隐去乡见, 求他带回乡里, 倘友用得着你之处, 就在他家安身立命, 到老来还有个结果, 若死在这里, 有谁收取你的尸骸, 却不枉了这一死, 郭千沉吟了一会儿道, 你话道说得是, 但修仁子, 怎好去相见, 晚一不留, 反干折这番面皮, 朱信道, 至此地位, 还顾得什么羞耻, 郭千道, 既如此, 不要说出我真姓名来, 只说是你的亲戚吧, 朱信道, 是才我先讲过了, 怎好改的, 当下郭千无奈, 只得把身上破衣上整一整, 随诸信而来。